我需要有一個VBA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將來跟那個 前面這個151那個差不多 只是說原來是一個欄位,現在兩個欄位 OK,那清除的話也是清除兩個欄位 那入接道的話輸出,也是兩個欄位的結果輸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當然我這邊demo一下 輸出的話呢這個輸出公式就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清除的話是清除這兩個欄 OK 那入接道 這個區跟入接道的話 輸出的話差別跟這個公式不同的話 它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OK 那假如說這三個按鈕,這其實當然跟前面151蠻像的 後面的話建議各位以後就是也 盡可能的話工作上遇到的話可以多練習 那前面講過 公式部分的話就是實際上很簡單 也就是說呢 我們基本上 做法一定是 先 大家有固定的步驟 公式的話呢 它第一個 開啟Video Basic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 這個VBA裡面 先插入一個模組 假如說你這邊沒有模組的話呢 你就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裡面的話撰寫程式 撰寫在哪裡呢?撰寫在這邊就對了 那如果假設 我們這邊假如說類似像這樣的話移除重來 OK 比如說移除 這邊預設是沒有 像你們是沒有 然後我就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比如說第一個我希望這邊有個按鈕叫什麼 叫 驅入接到底線公式好了 那比如說這個名稱 那我就直接 偷懶一下 拿這個名稱好了 那這個名稱怎麼加上 很簡單你就打個 Sub 然後空一格 把這個名稱輸入上去按Enter 那以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 Sub對應到就是這個按鈕 那當然有固定公式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是建議你們可以把原來的這一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Ctrl 鍵按住拖拉 放開 它就多一個了 然後呢你就把這個名稱改VBA好了 OK這個叫VBA 這邊就是要做VBA練習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針對 這個輸出好了 那輸出的固定規則就是第一個 跑回圈 問他 你就告訴我說 你的範圍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 等於第2列 到 第幾列呢 那如果不確定的話 當然可以追蹤啦 或者你可以Ctrl 向下 3 2 55 OK 所以你這邊就填入3 2 55 Enter兩下 打個MAS 不過呢我是建議 這個3255這個數字 我是建議你不要用 固定的 因為 以後呢這個數字如果固定的話 那 將來如果你之類要變更的話 要多增加一些東西 那你程式要改寫 所以建議是用追蹤的 那怎麼追還記得吧 就是 游標放在那個 A1 所以RANGE 刮弧 刮弧 然後這邊的話A1 這個指的是儲存格放在A1上面 然後點END END的話指的是他的邊 他的 四個方向 所以錢刮弧 哪個方向呢 從A1幫我向下追蹤 追蹤的話呢 就是追蹤向下 XL down 追蹤下來之後的話 幫我取得 這個列的數字是多少 所以3255會返還到這邊 那我們可以 給他一個屬性叫Raw 這個指的就是說 3255這個列 他的 資料 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就是這個資料是多少 OK 那就是3255 OK 好那我就從第2列 幫我跑到3255列做什麼呢 輸出公式 輸出什麼公式 那就 就固定了 SalesI列的 E欄 跟F欄 輸出什麼呢 輸出等於 所以你可以現在先 給他兩個雙引號 先打E欄 再把這個複製下來 改成F欄 OK 其實你會發現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SUB到SUB 再複製到底下 把它改成清楚 清除 OK清除 其實是就清除了 但是這樣的清除效率比較慢 為什麼因為它一個一個慢慢清除 所以要怎麼清除的效率比較快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可以用Range 那 公式的話就是把它丟到雙引號裡面 所以 我們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 取消一下 貼到這個 1 的後面 那不過呢 因為呢我輸出的時候呢 這個2要跟著變動 不然的話呢我這個輸出的話 它這個2不會跟著變動 那當然就全部都會是文山區 所以這個2怎麼變呢 你可以用 放一個I就對了 你怎麼把I放在2 記得喔先切開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在 再移到中間加個I就可以了 那記得and的前後控格 好這樣的話呢 這個OK了 知情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 再把這邊的公式 再複製一下 這個因為 公式 比較攏長 所以你複製之後的話 我是建議喔你可以先利用什麼 前面講過你可以利用那個 記事本 Windows附組用程式裡面 會有一個記事本 然後呢他 會有兩個地方需要注意喔 第一個是 把什麼呢 這公式 我是建議這邊有個什麼呢 檢視 格式裡面有個自動換行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換行 不然的話有時候會跑到最右邊去喔 那第一步的話呢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請你把它變成兩個 所以取代 編輯裡面取代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好先全部取代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G2 其實G2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十個 也是二的地方要變成I 那怎麼變I 其實很簡單跟剛剛一樣 2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一個I就可以了 那因為你要改喔 你要改很多個 所以 乾脆你拿這邊的G2 這個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取代或者按Ctrl加H 然後把它取代成這個 G 到雙引號結束 把它貼到這邊來 也就是把G2 改成這樣子 OK 他用取代還是最快 而且比較 不容易寫錯 因為程式最怕是寫錯 OK 取代一下 全部取代 好 這樣程式就全部寫完 那你再把這一段 程式喔 複製 到哪裡呢 到VBA的後面這個雙 後面這個喔 直接貼上 如果你剛剛的動作沒有漏掉的話 那理論上一次就OK了 貼上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理論上這樣OK的 就不管了 反正就 應該理論上切到VBA這邊 執行的話直接有不要放這邊 我先把它清除 這個清空 然後再來的話呢 輸出 這樣OK了 你可以看到啦 理論上這應該 最後的結果 就沒問題 所以他可以 輸出E欄的在這邊 再輸出F欄的在這邊 換下一個 E F E F 一直往下 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他是清這個 再清這個 OK 所以 理論上 一次要清 5000多乘2 減1萬多個儲存格 不過速度目前還 看起來還OK 但是未來如果說 太慢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想看喔 用其他的方法 用Range或其他方法 好那最後的話 我們還會需要第三個按鈕 區路接道 這個的話 比較難 趨路接道 Enter 那你想說 這個要怎麼改 其實最大的麻煩應該是這個 怎麼樣把這一串 一樣有if 一樣有find 一樣有mid 所以喔 可以參考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151喔 怎麼樣改 其實第一個啦 當然範圍固定 所以 範圍 4 NAS 這個都固定的 那輸出到那個 F欄跟E欄 這也固定的 只是說呢 中間這個程式喔 該如何鑽形 這個我想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字碼基本上喔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呢 第10頁的地方 你們可以 找到一模一樣的程式嗎 待會再來看喔就是有關那個 區跟路接道 程式 該如何寫 OK 喔